新疆与青岛的比赛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选念 麦蒂和他的队友们已经很难阻止连败的颓势 尤其是在双外援都保持健康的新疆队面前 最终的结果是新疆广会主场以121比114战胜了青岛双星 本场比赛是一场实力相对差距有些悬殊的比赛 主场作战的新疆队本赛即兵强马壮战绩不俗 而副班长青岛队开赛遭遇九连败不说 副场队人新疆更是从未尝过胜利的滋味 开场以后新疆队打出了气势 于长东用一击暴扣告诉青岛队想要飞过天山还真没那么容易 第一节比赛新疆队的新疆青岛两队外援都发挥了格外抢眼 麦蒂和维福曾经是美之兰火箭队的队友 今天的比赛两人在场上也是暗自较劲 内图外头均不含糊 不过整体实力稍高的新疆队凭借维福在最后时刻 命中的这起压哨球以36比31领先结束第一节比赛 第二节青岛队打得十分积极 随着王刚中投命中青岛一度将比分反招 不过新疆队并没有自乱阵脚 他们在张庆鹏的串联下以56比52领先四分结束半场争夺 第三节比赛两队都派上了双外援 麦蒂与维福的过招也逐渐进入白热化 先是麦蒂依靠挡拆拉出空位跳投不中 随后维福同样的跳投则是应声入篮 一来一回新疆世袭大阵 而麦蒂则是在这次与老队友的交锋中败下阵来 虽然之后的比赛麦蒂从维福身上找回了辫子 在进攻中也继续为青岛砍分 但是无奈国内球员实力与对手相差太远 青岛队已经无力回天 今天的比赛中 新疆中锋唐正东发挥亮眼 拿下了拳队最高的28分 而这也让老将巴特尔有了更多的休息调整时间 本场比赛麦蒂交出了全场最高的35分 老队友维福拿到25分 在这次两人中之兰的首次交锋中 虽然麦蒂数据占优 但是却输掉了比赛 最终青岛队克上114比121不敌新疆 迎来联赛10年半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